今天的好天气在东山火车站聚集了相当多的人潮 很多人专程来看波波草 还有人来欣赏东山河的美景 把现场交给记者杨雅筑 好 主播各位观众 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就是在东山河上面 可以看到记者现在身穿着救生衣 然后还搭着小船游在东山河上面 可以看到的沿途都是美丽的美景 非常的惬意 也有很多民众趁着周末好天气 来到这边搭船 然后放松 我们来听一下小早访问 对 我们是出来旅游的 你会不是第二次的 不是 我们是新北市的 觉得很好 还很不错 那之后会想要再带自己来这边吗 还会啊 还会想带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来这边玩 那么晚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好玩 好玩 想下次也带自己爸爸妈妈来 对啊 好的 我们可以听见呢 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这边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而且呢 沿途也能看到 好几艘小船从这边经过 大家都是要来享受 东山河的舒服美景 而且呢 其实这边呢 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在 东山河的上游 下游呢 就是宜兰的 东山河清水公园 那边就是宜兰同万节 所以民众呢 早上如果要去玩了同万节之后 下午也可以过来这边 舒舒服服的放个松 休息一下 享受愉快的周末 以上就是目前最新情形 将时间镜头 召还给同类主播